台铁23号上午经传了电力维修车 撞上三名盗班人员的重大意外 造成粮食一重伤 这个试图也造成迟上到关山路线中段 有2.5个小时之后才恢复形势 影响到8个列宿物点有876人受到影响 而目前整起案件由检察官及铁路警察 收集相关证据之后 进入调查阶段要厘清量货的主因 大批警察人员围在轨道旁进行踩阵 现场拉起封锁线 直见地上还有塑胶片碎片散落一地 而造势的电力维修车就停在一旁 23号台铁台东海端站发生死亡事故 早上8点35分当时正在进行倒查筹换工程 结束后留下三名池上公务盗班 作为护保养 没想到一列正在驾驶训练的8742次电力维修车 居然撞上三名盗班人员 造成36岁的王姓男子重伤 55岁的刘姓男子 以及48岁的潘姓男子 当场没有生命迹象 一旁同仁健壮赶紧张人送一脊旧 加入街道2号在医院崩溃 放声大哭 不敢相信自己的家人 一如往常在铁道上工作 却遭到电力维修车撞伤 三名盗班人员疑似没有注意到行驶而来的电力维修车 来不及撤离轨道 酿成悲剧 导致36岁的王姓男子重伤 55岁的刘姓男子 以及48岁的潘姓男子 当场没有生命迹象 送一抢救后 仍回天法术 刘姓死者的孙子 坐在路边泣不成声 难以接受 从此与相依为命的外公 天人勇格 邻居得知消息后 也感到不舍 意外同时也撞碎另外一个家庭 盘姓死者的家里 还有救赎小学五年级的女儿 和小学二年级的儿子 先有接获事故通知 赶到医院难以接受 这几死亡事故 造成池上到关山之间 南下北上列车路线中断 双向延误长达两个小时 共有九班列车受阻 根据了解电力维修车 撞上盗包人员 当时有发行车电报 通知车站和调度等相关单位 一场意外夺走两条人命 台铁企业工会也表示 将会协助商者以及死者家属 申起国赔事宜 只是就算获得理赔 也无法挽回破碎的家庭 记者 纵可博的